说一次坐出租车啊 当然它是不打表的 这种在以前非常多 后来少一点但是还是屡见不鲜 主要就是坑外地人的 坑小女生的 那遇到这一次就比较奇葩 我是个男的 他居然我们上车说好了五十 他开到一半又长了一百 那当然不能惯着他吧 趁他开车的时候这个分神呢神不够用 我们给他没给他好话 那他呢能做这种事说话的语气 他在车上都说谁拉大 那我们就趁着在高速上 就因为他司机他还是自己 首先注意安全的 我们就仗着他这个心里 然后马上停下 就在高速上 就在高速上 那停下呢 那也没给他钱 那最有应得 那可巧的是我们下车之后 在这个刚好是转盘 转弯的 来了一辆开着豪车的 梳妆大门 就一看他这个言行句子 跟我还比划这个 这个终止 我们就这样 就是愣着 看他 其实也是在瞪他 给他 搞得又一愣 那这种人啊 能治就治一治 你有一定的把握 就可以试一试 但如果是很冒险 近而远着 那我们都是外地的 惹不起就躲了 吃点亏装都没看见 其实 做了很多这种事啊 我们 还觉得做的不够 总是有一些 不好的朋友 在旁边的时候 劝你不要去 他压根就不管了 有好心的 有坏心的 但是该管能管的 我们还是尽量管 说起这些事 实际上都是 十年以前的事 我们再 都没有机会去 碰到这些事 所以你想 做一些好事 都没得做 那过去了呢 就是人生的 一个 宝贵的 精神财富 可遇不可求的 可遇不可求的 再想做就没有了 那 那当然了 我们说之前 还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 手机 被抢 在网巴里 跟他玩 通宵 这边拍你一下 这边 就 拿起来就跑 我们下去追啊 其实 穿的鞋呢 也不太好 最主要是 搞不清楚他们身边 是不是有帮手 走到这个 走到这个 出了网巴的门口 那天很黑 那又有 布帘啊 什么的那个小巷子 那 其实就象征性的追一下 就没有去了 那还是要 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安慰 估计这些人呢 跟那个网巴老板 什么都认识 都假装不知道 这种 在社会上 这种事太多了